我是北京歌手叫娜英 娜英眼睛蒙起来边唱您的歌呢 边在一个男人身上要把她找到 大概已很久没谈恋爱了 最近浪姐三开播 让再度参加的娜英颇受关注 只不过啊 谁也没有想到 在娜姐这次出圈 不是因为啥华丽的舞台 而是隐藏多年的搞笑女身份 被发现了 娜英 快快转过来看一下 当在娜姐看到张强的这些真嗓假发 整个就是一个两眼冒光的状态 当她把大爆炸头戴上的那一刻 我耳边不自觉的就想起了 姐就是女王 姐就是女王 自信放光芒 你若爱就懒 不爱我张黄 众所周知 男人说话呀 那是从来都不过脑子的 用她老实的话说啊 那就是 发现了孩子话多 话特别多 所以我不就是说长得好嗓子 配着个狗脑子 尤其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真不是一般记者能hold得住的 我觉得你们问的话 别都跟我没啥关系 你哪家报纸呢 去问他呀 你怎么这么好奇的 你知道也不能跟你说啊 你说那个Sam呢 他那个男朋友啊 张子余 对 做一个唱歌比赛 我祝他成功吧 因为这个很难做 因为你也带出了一个冠军嘛 你觉得是谁 他带不出来冠军 当那应看自己当年的那言那语 作为乐坛前辈 为什么你过去那些好朋友 一个个都没了 因为现在我进步了 他们没有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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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时候年轻什么都胡说八道 谁没年轻过就是胡说呗 我跟你说 毁死我了 千万别再胡说八道 其实 那应的娱乐搞笑女属性 在她开演唱会的时候 那也是底线的淋漓尽致的 这妥妥的 就是个纪律委员呢 中间的比较好 说真的 那应纵横乐坛这么多年 却是因为不少直白言论和行为 惹来了无数的中一个群潮 但直到今天 大家才发现 那应他还真就是很直白的这么个人 这也算是射牛的一种了吧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